今天由我和公司的新星試用UV camera 模擬一下物理防曬和化學防曬在紫外光之下 皮膚會有甚麼反應 變黑即是皮膚吸收紫外線 白色即是沒有吸收 現在我們直接塗化學防曬上面 均勻地塗在右邊面 你看它就黑得包青天 現實就沒有變色 因為化學防曬會吸收紫外線 然後在身體內分解再排出 所以經常要補塗 吸吸起來也會吸收很多化學物品 然後我們就試Synergy的UberSync上面 UberSync是21%SinkOxide 是物理防曬,會反射紫外線 所以在UV camera下面反而會白了 現在就好像印第安人一樣 在UberSync推開 就可以蓋住之前塗的化學防曬 如果不是大力擦走 其實也不用擔心會脫 另外一邊面 我們就試Synergy的 2nd Skin Crush 即是物理防曬粉底 有40%升 效果又會是怎樣呢? 對比在右邊面的UberSync 一樣做到保護效果 加上有粉底 連額頭的細紋都遮到 你看見真星 即是大鮮肉 笑得這麼開心就知道真的很滿意 現在就輪到我示範 塗2nd Skin Crush給大家看 塗上左邊面 只要輕輕打圈掃一掃 粉底已經很貼薄了 在UV camera下面看到就白了 而且還可以控油 不用擔心會經常脫 要經常補 現在上另一邊面給大家看看 對比一下就好像兩個人一樣 用了2nd Skin Crush粉底 除了有保護 還會有遮瑕效果 再看多次它的效果 因為剛才不上妝的時候 看得不太清楚 我現在就反而下妝給大家看 用Synergy的My Solution卸妝水 輕輕一抹一下 卸走了2nd Skin Crush之後 你就見到我本身的皮膚 其實也有很多黑色素 所以就會變回黑 那一塊 因為那一塊是吸收到紫外線 也同時看到My Solution 其實一抹就可以抹走 2nd Skin Crush 做卸妝 不怕有殘留物 Meming Mart